Lun Sang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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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蕭川老師 現在時間是9月17號 一拜四早上的9點58分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市是開低 早上開低56點,目前跌60點 整個時數在這幾天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让台北股市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那这个地方呢 昨天是大涨之后 离前高只差一点点 但重点是 这个盘它有没有机会去过前高再往上攻 如果说台北股市在这地方 就是维持一个高档震荡的话 我觉得这个盘 也不应该在这地方去做追高 所以我们今天的测标写的是 到底要不要做多 做多的条件到底在哪里 我们就直接来去做讲解 那昨天联准会召开会议 那如市场预期的 还是到2023年才有机会 2023年这一段都不会去升息 那但是呢 它对未来的经济也没有看好 所以如果我们就光就整个美国股市的表现来看 可以发现到 美股昨天都杀尾盘 比方说道琼杀尾盘 那NASDA也是杀尾盘 那昨天道琼杀下来之后呢 是几乎在平盘 那高科技股跌了1%多 那如果我们就从高科技股的一个走势面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整个高科技股呢 在近期的表现里面 它就一直维持在月季线之间去走区间 那这个区间盘呢 也都上不去嘛 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因为8月份的时候美国的散户买了5000亿美元的选择权的多单 所以这筹码都乱掉了 所以呢 你美国股市真的要维持多头的话 它一定要站回到月线之上 那这地方呢 如果说它是破季线的话 对台股的压力就会非常的重 所以呢 这地方啊 美股它没有表态 所以呢 做多的条件 第一个 美国股市能不能站上月线 那我们再看整个废半 废半的走势呢 在近期的表现呢 昨天呢 因为台积电的带动 稍微有过月线 可是今天又跌下来 所以我们会发现 美国四大指数呢 都没有站上月线 所以呢 做多的条件 第一个 还没有看到 那第二个条件在哪里呢 就是 整个外资的一个仓位的一个操作呢 到底在这地方是做多还是做空 我昨天有稍微说明一下 我说 如果说我们就从 外资这两个多月的期货仓位来看 8月份跟9月份的期货仓位 那昨天呢 结完仓之后呢 是32528口 好像差不多就是在前面这个位置区 如果说外资的期货仓位 它没有办法再增加的话 那你这个盘式呢 是 就算过前高 也没有机会呢 再持续再走高 反而会有一个追高的风险 所以呢 做多条件第二个 就是 外资的期货仓位 能不能站上 3.4万口 那如果说它3.4万口都站不上 就不要说去挑战4万口 那对于整个10月份呢 期货的结算就没有什么太大拉高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目前做多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 美国股市的一个 的走势呢 有没有去过月线 它既然没有过月线 就不应该追 第二个就是外资的期货仓位 有没有站上3.4万口 如果没有站上3.4万口的话 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太强的一个走势 反而要预防去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 那目前指数跌了73点 那如果说我们就从今天整个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目前我们来看 目前在12823 12821 那各位 我们的操作还是一样 逢高空了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我们有挂单在12910 最高上下5点半空 那目前的最高是12 今天最高是12908 所以空到之后呢 目前这一段快100点 快100点 那这是我们的操作 所以呢 同志们讲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想要反报为生 或赚快一点的 期货这个部位呢 可以稍微多加留意 有任何的需要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因为我要赶快去获利平仓了 OK 讲解到这里 1点见 拜拜